臺灣使用者經驗設計協會理事長 蔡志浩發文述說自己 仿視獨立書店的心情 也強調空間有限 近年堅持不買書 而是從圖書館借書 不過他身見的是文化部 委託的實體書店的仿視委員 此番言論是引發了獨立書店 與出版界的不滿 文化部也停止他的職務 臺灣使用者經驗設計協會理事長 蔡志浩這篇獨立書店逛與不逛的掙扎 講十年來仿視獨立書店的心情 提到因為空間有限 近年堅持不買書 從圖書館借書 還提起現在書店的最好角色 是在策展場域 不是圖書銷售 由於他身兼文化部委託的 實體書店仿視委員 文化部也哀批 為何找不買書的人來仿視 不只獨立書店業者不滿 出版界也認為 他的發文影響出版業的發展 你不要去給那些書店下奇怪的道理 當人家顧問是要教人家 怎麼把書賣好 你叫他都要去策展 那他幹嘛開書店 更希望說大家逛書店的時候要買書 因為支持書店 為文化出出出版 多費一點力量 實體書店仿視業務 由台灣獨立書店文化協會承辦 協會強調 面對各方指教 會重新檢討 曾經開過獨立書店的文教立委 陳培瑜對蔡智浩的發文希望文化部妥善處理 記者透過管道取得蔡智浩回應 他表示已經諧信給獨立書店文化協會的朋友致歉 目前決定低調 暫不接受採訪 文化部則已經停止蔡智浩擔任訪事 以及相關審查委員的工作 記者談心 張宇嘉太報道